2024故事志工总动员活动 这天在大动画中心盛大举办 吸引来自全台18个县市 超过300位的故事志工热情参与 今年以说故事听故事为主题 除了安排一系列台语故事剧演出之外 还邀请专业的剧团 现场分享说故事技巧和戏剧表演的方式 也让志工伙伴们是收获满满 敲打响板说着台语顺口溜 台中势力图书馆小金鱼剧团 改编经典民间传说嘉庆君游台湾 要带大家感受台语说演的独特魅力 一年一度的故事志工总动员 这天在大顿文化中心登场 吸引来自全台18个县市 超过300位的故事志工热情参与 自己已经觉得自己台语不错了 但是发现还有很多其实是 我们不太会说的 那在这一次也学到了 甚至是把它纳到我们的 说故事活动里面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 学到很多 很高兴也很谢谢台中办了这样子的活动 故事发展到什么趋势 我们也可以明瞭 当然我们不能够落后 也要改善这个脚步 所以还好我在十年前 就已经把故事改成故事剧 但是我要更精彩 这是给我们的灵感 说我如何更精彩 我觉得他们像刚刚前面的 他们还会把整个气氛先带起来 然后再把故事的氛围再带进来 我觉得非常棒 台中市立图书馆 以说故事听故事为主题 除了安排一系列台语故事剧演出之外 还邀请专业剧团 现场分享说故事技巧 和戏剧表演的方式 而丰富多元的课程规划 不仅让参与的故事志工收获满满 也迫不及待地想应用于未来的志工服务当中 透过了转体演讲 然后透过戏剧工作坊 大家一起精进 然后一起演练 像是学习了说故事的技巧 声音的表达 道具的呈现 还有肢体语言 都希望可以带给市民朋友 更多有趣的故事欣赏课 尤其是像台语有非常多的声跟韵调 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学习到这个押韵 学习到这个以前的老祖先的 古早的语言跟智慧 所以今年我们也特别 针对这个台语的故事的部分 我们推动说故事的活动 市府文化局也表示 每年的全国故事志工总动员 不仅可以促进志工学习成长 还能点燃大家对故事的热情 也欢迎游艺院的民众 都能加入台中市图书志工队行列 一起为推广城市阅读来努力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道